中秋月圓人團圓 這是國民黨在臉書上 祝大家中秋愉快的圖片 不過內文卻寫 如果萊豬進口 這可能會是最後一個 安全的中秋節 正逢兩岸情勢緊張的 敏感時間點 藍營IP大打恐嚇牌 標示清楚就好了 這有點誇張 烤肉可以吃 可以吃別的東西 不懂他們的 提出的這個關聯是什麼 國民黨貼文下留言洗版 台灣網友反酸 希望這是有國民黨的 最後一個中秋節 怒問國民黨在恐嚇大家嗎 怎麼歐陽娜娜唱歌都悶不吭聲 根本是在台灣發表 共產黨大外宣 國民黨在中秋節才不安全 不過國民黨小編迴嗆 是國民黨唱衰 還是神預言 我們看下去 台灣的安全跟台灣的好 只有國民黨不知道 今天在恐嚇唱衰台灣 國民黨希望政府可以為我們好好把關 至少要做到清楚標示 希望今年不是最後一個安全的中秋節 我想請問一下中國國民黨 現在是把台灣的豬農當塑膠嗎 明明我們台灣每年都有非常大量的 台灣豬可以來做選擇 但是呢 力確說明年開始就吃不到安全的豬隻了 那唯一的可能只有國民黨 並不支持台灣的豬肉 明明是家家團圓的家節 國民黨卻說可能是最後一個安全中秋節 再度惹得不少台灣民眾反感 一篇祝賀文引發論戰 三星期間劉家瑋周君台北報